你好呀,我是林白 这次挑战的幻灵蜗牛有一点麻烦 先要把熔炉骑士给打了 然后他才会现身 那我就不浪费体力用岩石术来解决掉熔炉骑士就算了 第二阶段会飞一下,要是抓不住时机就直接用盾扛 好,再用一发岩石术把熔炉骑士给打倒 再去找幻灵蜗牛 这边我想到的办法是用出血削减他的血量 然后再用毒,慢慢把他给毒死 这样他等下隐身的时候也会持续扣血 我们不用打倒第二只熔炉骑士,也能把他给打败 这边画面加速一下,只需要让熔炉骑士分散注意力 一直拖长时间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幻灵蜗牛的血量一直持续在降低 这个旁边怎么会有雾的,是什么东西 你怎么躲在这能打的啊,他怎么不知道 算了,我都快打完了 这边就尽量拖长时间让幻灵蜗牛毒死就好 你说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加速直接剪掉不就好了 因为,呃,等一下 我想卡点 多两秒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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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